如果裁正司司長發表裁正月算案的演詞的時候, 覺得他已經做好了公眾諮詢的份內事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文議調查出來的結果很明顯告訴他, 他做得很差,公眾不會覺得他有參不過, 或者他們會有一個感覺,有一個參與感,有一個投入感, 但是陳司長在立法會星期三發表他的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他的參與感、投入感的定義,就變成了他自己在當日提出的所謂開心香港, Happy Hong Kong大家下街Happy一下,那就很投入很參與了, 但是那個很明顯是本末倒置的, 你也都見到這個文議調查做得相當之清楚, 讓我們看到的就是當市民去看一些重要的政策發展呢, 那些什麼吸引大型的國際盛事啊,旅遊啊,來香港玩, 或者來玩香港啦,其實很少人會感覺到是很關他事, 或者很重要,都是回到那個腦掉牙的問題呢, 就是當一個政府去推出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那個政府有沒有一些核心的價值想去達成, 核心價值是些什麼呢, 以一個司令報告來講,或者財政預算案加起來一起去看呢, 可能就是在說怎樣令到一個貧富越來越差距大的社會裡面, 透過政策,透過財政預算案去分配財富的功能, 令到香港市民覺得這個地方是有過期盼的, 在這裏長大,在這裏讀書,在這裏成長, 是會見到一個未來的,一個希望的, 但是這裏你會由這裏呢, 花來福他所講的呢, 陳茂波就說我們是要中間偏寬, 我們要看菜吃飯, 我們不可以打腫快, 假裝闊老, 意思就是說呢, 我其實不太多錢, 其實他有很多錢, 不過他說我要很小心用我的錢, 所以能夠做到的呢,就是這樣的啦, 希望大家都明白兩解, 所以留意到呢,去到紓困問題呢, 民意都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是所謂派堂的措施, 紓困的措施呢, 是小了很多, 有一個收窄, 所以如果說紓困來講, 紓困的力度是不足的, 如果我要平衡第一個反應, 跟市民的期望是一個很大的流差, 紓困力度不足, 是杯水車身, 而在那個民意調查當中, 都見到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在香港社會來講, 一個很重要的階層, 的受訪人士呢, 是特別覺得是被忽視的, 就是中產, 中產人士, 有他的合理的期望的, 同基層, 同做生意的, 都應該有他們的合理期望, 但是你可以說, 市願為呢, 又或者, 在陳思蔣的眼中, 他這份的裁正預算案裏面呢, 對於中產的支援呢, 其實是相當之小, 亦都是小過以前的裁正預算案, 亦都有一些政策的倡議, 的方向, 在這個思想過程當中, 在, 就算是建制派系政黨, 市民人為教, 有影響力的, 對政府在, 籌劃這個裁正預算案時候呢, 是有多些, 有多些力度去爭取的呢, 包括可能是, 就著生育的問題, 人口結構的問題, 人才的開發, 本地人才, 和輸入人才方面呢, 司令部局加上這個裁正預算案, 我已經很客觀, 放在一起看的話呢, 依然是隔下素揚, 甚至在裁正預算案發表之前的幾日, 出現了一個很低級的錯誤, 就是一位姓何的專家呢, 北京申請這個高財通呢, 結果就, 我們俗語所說是炒車啦, 那政府厚著臉皮債, 他繼續不斷優化他這個措施啦, 那你可以想一下, 當一個政府大陸大股要搶人才, 搶企業, 跟著司令部局加裁正預算案, 就是在這方面著墨的時候呢, 可能大家, 會留意得到呢, 其實這個政府說的時候呢, 可能是很理直氣壯啦, 很有方向, 很早有承擔啦, 但原來一做的時候呢, 是容易犯上不少低級的錯誤, 是會令不單止政府尷尬, 其實香港都很尷尬, 遇到這些情況, 那如果財政司司長, 是關心到或者照顧到, 不論是基層的, 希望是見到一個的, 不同的政策犯罪的改革, 增加它向上流動的機會, 本土的人才, 由小到大, 見到香港這個地方呢, 是為他們準備好, 正在準備緊, 我相信那個評分會高很多, 現在反而, 大家最早就是那個消費券, 由一萬變, 五千, 還分兩次派, 跟著開始有人質疑, 為何那些又拿到二千五的呢, 所謂不同的入境政策, 包括高財, 應該有錢的啦, 是吧, 他都可以拿二千五的呢, 那個理據在哪裏呢, 我相信, 大概都是他不想煩, 小許不想找自己問題, 找自己答自己制度出來的問題, 所以是有很多這些措施, 其實是被人覺得, 沒甚麼大的方向和一個決斷力, 去處理呢, 香港人對於整個的政府, 乃至到呢, 財政預算案這次發佈的一些很合理的期望, 如果你說, 在過往的財政預算案, 辯論當中做個比較呢, 有民主黨派在議會的日子當中, 香港較為呢, 是容易在街頭上面, 在公民社會當中發聲的日子的時候呢, 講幾年前呢, 財政預算案每年都會有一個必然出現的, 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論, 今次無能, 清零, 沒有了人再講全民退休保障, 這個其實講全民退休保障, 你可以畫一個圖騰, 但同時間他正正想展示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這個政府有甚麼決心, 去改革我們的退休保障計劃, 退休保障的制度, 都是會幫回我們香港社會和香港市民去想, 在香港辛勞一世, 到最後, 是會怎樣過的日子呢, 隨著人口的高齡化, 一個好的退休保障計劃, 是可以幫到這個社會呢, 是聚焦回, 是一個有衝勁之餘, 不是只看每年派多少錢, 或者每年幾多書困措施我, 而是在想在這個地方, 要繼續去發展自己的事業, 家庭等等, 但這些全部已經是不存在的議題了, 因為擾淚正如我們有同學的評論所指出, 已經沒有了這些聲音, 沒有這些聲音, 但昨天在立法會也都遺憾地, 我必須要指出, 當陳思長認為, 沒有人可以脅迫到政府的, 這就是他回應其中一位議員質詢他, 在扶貧這個問題上, 這一份的財政議宣案, 加白表, 在社會福利政策的改革當中, 亦都是沒有清晰的著物的時候, 他的回應呢, 不是去自省, 去問回, 為什麼沒有做, 為什麼有做, 在他聽財政議宣案的諮詢過程當中, 有些什麼他認為是不採納, 或者採納, 他不是一個理性的方法回應問題, 而是說, 你投反對票, 我們不會受你脅迫的, 我相信這個正正反映出來, 今時今日香港政圈的實質的現象, 就是他諮詢是行禮如儀, 行禮如儀, 但他本質依然是一個威權的政府, 英文所謂的consultative orthocracy, 就是這個意思, 即是說, 他做很多的動作, 給人的感覺就很想聽意見, 但最後呢, 你不同意他的時候呢, 他是會反咬你一下, 提醒大家, 我不會被你騙, 嚇到的, 你要就要, 不要, 我是很不開心, 這樣的一種諮詢式的, 威權的政治的制度的本質, 亦都是透過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出來, 最後一點呢, 就是想提出來的就是, 到底陳茂波司長有甚麼理念的呢, 這個問題很值得問的, 其實應該問回他的, 因為其實他這一份, 已經是他自己的第六份的財政預算案的, 他不是新丁令, 他是在林鄭月娥政府的時候, 已經是財政司長的了, 第六份的, 他的理念是甚麼呢, 他在前五份呢, 在林鄭月娥政府下面, 他沒甚麼自己需要去開發自己的理念, 因為林鄭月娥給我答應他, 叫做理財新哲學, 簡單來說呢, 就是我們儲備封口, 應洗得洗, 盡量投資未來, 盡量去振興香港的經濟等等等等, 和在他前幾任的特首, 所講的大市場小政府啊, 或者由政府去推動促成經濟的發展活動等等, 是完全一個不同的看法, 是自己想做多些干預市場, 或者是參與那個政策發展的一個方針, 這個就是那個理財新哲學林鄭時代的, 那陳茂波配合啦, 那今時今日他又怎樣呢, 因為李家超沒有說他有甚麼新哲學啦, 或者他沒有哲學啦, 那但是陳茂波自己本身的哲學是甚麼呢, 他有八個字的, 叫做有違政府高校市場, 那但是, 講完之後我都有點困難的, 怎樣在財政預算案他這種鋪排當中, 見到有違政府呢, 怎樣見到高校市場呢, 其實這個有違政府高校市場, 完成了這個八個字的口號之後, 到底他想香港, 在他的任內, 當他做足五年了, 香港市民在這個調查當中, 都算是幾敦厚啊, 幾客氣啊, 原意給他做啦, 雖然評分就真是, 那個淨值就只有1%, 是不是, 就是政府加減少很多人, 都是給一個大概一半半的一個評分的水平, 你都見到反應其實是相當之難拔, 看不到很積極的一個反應, 或者一個很大的力度去覺得, 是要跟這個政府呢, 配合他這個所謂有違政府高校市場的理念去做些甚麼,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是不清不楚的, 講出來就好像好, 好像回答了很多東西, 但其實什麼都沒有講過, 有違政府高校市場, 然後他最想大家記得的就是他的Happy Hong Kong, 或者他的老闆李家超的Hello Hong Kong, 那我覺得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我們有很多的困難, 挑戰, 一個政府都想讓人知道他是有違的, 而市場都想政府, 就是見到這個政府是令到他們提高的效率的, 或者效能的時候, 我反問, 這個財政預算案, 儘管這個赤字這麼大都好, 在這個政策上面還是很少收小補的, 在支援方面是潰水車身的, 在很多的認為是主題的, 主打的, 搶人財, 搶企業等等, 暫時都是, 還是一個很抽象的, 講方向的階段的時候, 我不會怪責香港人, 對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評分, 只是一個, 一半半的一個這樣的數據, 對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評分, 還要把一個公企業下來,